2018年8月17日,今天小编闲着无聊在看些体育新闻,看到一些消息,热祸和韦德的合同还是没搞定,现在热祸还是只愿意给韦德,一年120万合同, 明年让韦德再热祸退役,说真的小编看完后心里,真的不是一番滋味,说句实在的热祸能像独行侠队一样就好,库班和诺维茨基给个五百万一年,可是热祸真的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他们第一人,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 詹姆斯不亏是韦德的好兄弟,有消息称詹姆斯要求胡人把韦德要过来,现在胡人也向这位热祸第一人伸出橄榄枝,开出780万玩两年,说句实在的詹姆斯对兄弟情意很足,不但求伤高而且人品也是不错的,自己掏钱办篮球学校为打不起球的孩子们出分力, 现在韦德又这样作为兄弟的詹姆斯,只会用行动来帮助韦德,当然韦德愿不愿意去真的让人不知道,毕竟韦德也是个很忠诚的人,但是不管什么,小编也要替詹姆斯这样的兄弟给个赞,值得深交这种朋友,无兄弟无篮球。 请不吝点赞,值得深呼吸,调查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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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